OK我们把嘴里边这点东西讲完了 嘴整个我们要去研究的是嘴唇有什么 其实还有甲布 是我们组织里边没有涉及到甲布 嘴唇讲完了之后 里边的潜艇 潜艇完了之后 饿舌头舌下 对吧 它们表面有什么东西 里边是什么样的结构 然后重点的里边的内容 有什么掌握这么多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除了嘴 我们还有脸上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研究和面 也就是脸上这个区域 脸上这个区域 其实归我们感的重点的 就是这个区域 就是这个区域 那么你想象这么好看的一个人 如果把表面的皮肤给它剥掉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是不是有点血腥啊 来我们看一看啊 把它剥掉之后发现 其实就是这样的 有什么 有肌肉 有血管 有神经 就这点东西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是嘴 除了嘴之后 旁边的耳朵前方这一块 是我们重点要去研究的 把皮肤剥开之后看到的侧面 这个区域叫做什么 腮腺咬肌区 有腮腺有咬肌 统称为腮腺咬肌区 因为这个地方除了它俩 还有各个神经血管都在这儿啊 很主要 那么如果把这个肌肉腮线也去掉 生肢也去掉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把全骨全宫截掉 生肢截掉之后 发现了里边的一个内容 里边有异内肌和异外肌 还有各种各样的神经血管 所以说其实整个脸啊 我们在口外当中的 间隙感染这个地方 外边好学 对不对 下边也好学 其实最难的就是 身肢里边这点空间 它里边因为比较深 结构又比较多 所以说不好学 那么神经血管这儿 或者是我们局部解剖这个地方 学习的时候 面侧身躯也是比较难的 也是比较难的 也就相当于我们 这个区域啊 战略众深很长啊 很深啊 除了有表面的 还有深部的 你不像河下区 就这么点区域 矿下区就这么点区域 没有再往深入的一个空间了 而这儿不一样 对吧 表浅的有 深入的也有 所以说我们也要学习 学习一下 所以说脸上面 这个这个和面部 最主要的啊 最主要的 有谁 第一个你要联究 脸上有什么标志 以及这个皮肤有什么特点 表面的这一层 我们研究研究 然后接下来 深入的研究 表浅的三线咬肌区 剖开之后 内部的面侧身躯 以及这些区域之间的 各个间隙是什么样的 各个间隙是什么样的 OK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 第一个 这个表面标志 我们后续会讲 先讲软组织的特点 也就是我们这个皮肤 有什么特点啊 对不对 你天天做各种各样的美容 敷各种各样的面膜 为什么呀 对不对 有什么原理吗 来看看啊 首先 我们这个皮肤 又薄又软 皮下组织比较疏松 因为疏松 所以说面部可以活动 才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表情 为什么你想想啊 我们这个做 有些人做完美容之后 这个脸特别僵硬 为什么感觉很僵硬啊 因为他皮下重添了大量的东西 你这样表情的活动就受限了 所以说 为什么皮下疏松 为活动 为做各种各样的表情 打基础 然后一伸展容易移动 所以说因为这样 所以说外伤缝合的时候 可以拉拢缝合 张力不大啊 也可以做成型手术 做什么滑动瓣 对不对 转移瓣都可以 就是由于皮下疏松 第二个 有各种各样的线体 毛囊 对吧 有利于排泄 所以说你出汗 脸上特别红 对吧 出大量的汗 起到排泄的作用 但是呢 由于这些结构比较多 皮肤的附属器比较多 也容易导致皮脂线 囊肿 对吧 以及一些皮肤附件的感染 结呀 庸啊 对吧 第三个 血用特别好 血用应该丰富 血用丰富的话 抗感染能力 再生能力就比较好 对吧 有血就有重生嘛 就有重建 利于创口的愈合 但是因为血多 也容易什么 出血 也容易出血 同时呢 这些血液 如果有了感染 也可以传导到哪 大脑 导致颅内的一个感染 这个知道一下就行了 然后第四个啊 皮肤皮纹有一个走形的方向 所以在缝合的时候 一定要沿着皮纹的方向啊 切口的时候 一定要沿着皮纹的方向啊 然后最后一个还有什么 表情肌 因为有大量的表情肌啊 所以说你脸上如果断了之后 一定要分成缝合 把肌肉缝上 把皮肤缝上啊 皮下组织缝上 分成缝合才会导致后期肌肉长得好 不会影响美观 如果你这个没有给人把表情肌缝合 那么脸上光皮缝上了 肉没缝上 肌肉没缝上 后期做一些表情的时候 可能就会受点影响 这就是一个软组织特点 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了解一下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脸上 有哪些表面标志 重点的经常会考到的 就这三个 第一个 捏浅动脉在哪 耳平前啊 耳平前一个厘米 可以摸到 脸上这个捏不出血 可以压迫捏浅动脉 压的位置就是耳平前一个厘米 第二个框下孔 框下孔位于哪 框下园重点下0.5个厘米 但是框下园重点下0.5个 可以摸得上 同时还可以根据什么 鼻尖 以及框外侧 对吧 框外侧圆连线的什么 终点这个区域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框下孔的位置 记住是鼻尖 不是鼻翼 经常把鼻尖换成鼻翼 记住是框 减外侧圆 严减的外侧圆 不是框下 也不是减上 搞明白 然后腮线导管 脸上能看出腮线导管了 为什么要看腮线导管 因为脸上经常被人砍 对吧 经常被人砍 砍了之后这个地方就容易断 所以说你得知道 判断 你砍了这一刀 有没有可能伤及到我们的三线导管 三线导管断了 就会从导管口口水流出来 流出来这个创口就不容易愈合 对吧 那怎么去看呢 耳垂 找到耳垂 这个地方是耳垂吧 耳垂 以及什么 鼻翼和口角连线 鼻翼和口角连线 终点 然后他们做一个连线 鼻翼口角 终点 和耳垂的一个连线 然后呢 中间三分之一 这一段 就是我们谁 塞线导管 所走的位置 所以说你如果砍到这了 没事 砍到这了也没事 只有砍到这了 不行 有可能断了 好吧 这就是面部的标志 三个 三个 把这个记住 记住 然后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重点中的重点 也是难点中的难点 这是最难的了 塞线咬积区 那么塞线咬积区范围有多大呢 这个区域有多大呢 前咬后乳 什么意思 塞线咬积 说明这个区域主要的是 前面是咬积 对吧 所以说咬积的前缘 耳啊 后缘呢 在乳突这个地方 乳突在哪 耳朵干往后 对吧 这个下方能摸到一个 骨性的隆起 叫乳突 以乳突为界 以乳突为界 就是前后 上呢 全股 全股全股 然后下呢 下河股下缘 这个区域都是塞线咬积区 塞线咬积区 里边有谁 很简单 塞线肯定有 对不对 咬积肯定有 那么这个塞线被我们的面神经分为了浅深两层 所以说塞线有浅叶和深叶两个叶 中间走行的是什么 我们的面神经 面神经穿过塞线出来 穿过塞线 那么咬积呢 咬积表面有我们一个筋膜 有一个筋膜 这个筋膜往后延伸 覆盖了我们的这个塞线 也就是塞线表面 其实有一层筋膜存在的 筋膜是什么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就是什么 我们吃的牛肉表面 那层白色的那个筋 那就是筋膜 这个筋膜很致密 相当于韧带一样 它这么致密的筋膜 为什么要包裹在塞线表面 主要的原因是塞线是产口水的 如果表面没有一个致密的网 给它包起来 那么口水就流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塞线表面 这个塞线表面 要给它有一层致密的膜 不让它出来 形成了什么 叫做塞线窍的一个东西 塞线窍 外边特别致密 但是这个塞线窍 在塞线深夜或更里边的时候 就比较薄弱了 就不是那么致密了 然后也有破损了 有破损了 所以说塞线区有炎症的时候 经常会往里走 不往外走 为什么 因为外边有致密的筋膜 挡着呢 里边疏松往里走 同时呢 因为外边有一层筋膜 所以说塞线里边有感染的时候 有浓的时候 能摸到波动感吗 不能 就是由于表面这个筋膜太硬了 挡着你摸不出来 要把这个了解清楚 然后接下来里边有神经和血管 神经两个 一个面神经穿过横向的 还有一个纵向的耳捏神经 这两个 这两个 然后横行血管 有横行的和重型的 横行的叫面横动脉 重型的呢 我们一会会讲到 有我们的这个捏浅动静脉 还有下颗后静脉 后静脉 那么这么多里边 我们重点或者难点 要去研究的是谁 就是三线里边 穿行的这些神经血管 到底是怎么走行的 他们之间 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了解明白 为什么了解明白呢 因为只有了解明白了 在三线区做哄合流 做一些其他手术的时候 你才能不伤及神经 不伤及血管 对不对 如果你不知道里边 它是怎么走行的 你可能一刀下去 神经也断了 所有血管也断了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 那么接下来 我们首先看一下 三线和神经血管的关系 这个关系 我们首先从第一个角度 深浅的角度 也就是看下面这幅图 这个图怎么来的 从这个地方切一刀 上半部分拿走 相当于西瓜一样 中间一批二半 拿走之后 从上往下看 看到了这么样一个结构 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下 外边这就是皮肤 离下面的就是皮下组织 然后里边这一圈呢 这个白色的 这就是什么 我们的腮线 腮线中间有一个什么 黄色的走行 就是面神经 面神经把这个腮线 分为了浅叶和深叶 浅深两叶 然后面神经 再往里看到一个什么 蓝色的 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血管 叫做下颌后进脉 再往里又看到一个红色的 叫做什么 颈外动脉 颈外动脉 是不是穿 腮线而过啊 所以说 你在做手术的时候 如果从外往里 首先看到了神经 刚过了神经 就看到一个挺粗的血管 你就得知道 哦 这是下颌后进脉 刚把后进脉 拨开 又看到挺粗的一个动脉 好 这是颈外动脉 一定不能破 破了就麻烦了 因为动脉 这个血流很冲 所以说你看 知道这个内外的关系 很重要 外边是面神经 然后下颌后进脉 然后颈外动脉 这是由浅 由深到浅 不对 这个应该反一下 由浅到深的一个过程 由浅到深的一个状态 一个状态 知道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上下关系 什么叫上下关系 就从这幅图里边 从腮线的最上方 到腮线的最下方 前后方向上 这个是前后方向 前后方向上 从上往下 什么样的一个排列 我们来看看 首先是什么 横 叫做什么 面痕动脉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出来一个动脉 叫做面痕动脉 面痕动脉过了之后 就是我们的三个 我们面神经里边 五个分支里边的 其中捏神经 捏痕带痕字 这个地方 我刚才没有讲到 记住 面神经的五大分支 都后边带痕字 如果人家说了 面神经有五个分支 其中有一个叫做 甲神经 对不对 不对 有一个叫做 下和原神经 对不对 也不对 所有的这个五个分支 都姓痕 记清楚 所以说 捏痕 全支 夹支 夹支 还有下和原支 所以说很简单 从上往下 对不对 你就把这面神经的五个分支里边的 上面的四个记住就行了 捏 拳 夹 什么 还有下和原 有没有紧致 没有啊 这四个分支 然后开端的是谁 面痕动脉 横向的一个动脉 然后在两个夹支之间 还有一个管 叫做什么管 叫做 腮线导管 腮线导管 所以说 哎 四个支 再加两个管道 一个动脉 一个 腮线导管 就全了 就全了 所以说很好记吧 哎 很好记 如果你说还记不住 怎么办 给你编了一个口诀 叫做什么 恨 你全家 管太炎 恨 你全家 管 然后炎和原是比较类似的 恨你全家管太炎 也可以这么去记 反正都有办法 都有办法 怎么去考 第一种考法 就考你这个排列 第二种 问你说 这些神经里边 哎 你要想寻找我们的导管 怎么找 找夹神经 找到夹神经了 你就找到导管了 或者问你 这面神经里边 你要想找夹支 怎么去找啊 先找导管 导管的上方和下方 就是我们的夹支 哎 这是两种考法 掌握就可以了啊 所以说你把这个皮 切开之后一看 哦 这个地方是个导管 导管知道了 往上往下找一找 就夹支就找到了 夹支再往上 不就是我们的全支吗 全支再往上 不就是捏支吗 所以说这样的话 这五个分支就找到了 找到了 把它剥离开 哎 你这样的话 就不容易损伤到它了 听懂了吧 哎 知道它的作用 你得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看 他们这些关系 它是有意义的啊 然后接下来 从前往后 也就是什么 从纵向的角度来说 刚才是横向的啊 前后的是横向的 现在从纵向来说 从纵向来说 从前往后 什么样的排列 这个从前往后 纵向的有上缘 还有下缘 两个缘 从上缘出来的 我们看看啊 从上缘出来的 首先是全支 然后呢 捏支 然后呢 捏浅动脉 而捏神经 还有捏浅静脉 哎 你看 其实 又很简单了 首先 它包含了谁 面神经 最上方的两个分支 包括了两个分支之后 后边的这三个 都带什么 捏呀 是不是在捏布 是不是往上的呀 啊 这往上的三根 对吧 一个是捏浅什么 动脉 一个是捏浅静脉 中间走的是耳捏神经 哎 耳捏神经 这个是不是很好记 捏浅动静脉之间 夹了个耳捏神经 再往前呢 两个面神经的上支 哎 就OK了 对吧 那么下缘呢 我们看看 下缘出来的 首先是什么 下合原支 啊 下合原支 然后紧支 然后什么 然后什么 下合后静脉 哎 又是 面神经的 最下方的两个分支 在这摆着呢 然后又多了一个什么 静脉 下合后静脉 哎 所以说 不管是上缘也好 下缘也好 最前方的 都包含了我们 面神经的两个分支 后续的那几个 就上方的是两个 什么 动静脉 再加一个神经 下方的就是一个 下合后静脉 哎 就这么点东西 所以说 其实你重点 就把后边这几个 记住就可以了 对吧 前面那两个 一推理就知道了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看起来呢 一分析真的不难 啊 如果你还记不住 又给你写了个口诀啊 叫做什么 捏浅动静 中间耳啊 捏浅动脉 静脉 中间耳捏神经 然后前边跟着上两支 也就是前面的 跟着我们面神经的 前面的两支 全支和捏支 啊 全支和捏支 然后下合后进最靠后 下合后进脉最靠后 然后前边跟着下边的两个分支 下合原支和紧支 就这么简单 好吧 哎 就是他们一个从内向外 从外向内 然后由上到下 从前往后的这么一个排列关系 搞明白啊 搞明白 然后接下来 这个腮线 你看到没 它是腮线坐落在一大堆肌肉神经血管上的 这儿有肌肉 这儿有血管 所以说坐落的这些区域叫做什么 统称为腮线床 哎 就腮线躺在那个地方的地方 躺在的那个地方叫做腮线床 那么腮线床里面包括什么 重点 那首先 净突的珠基 什么叫净突 之前说过了一个肠棍 净突上面连着的好多的肌肉 比如说净突蛇骨肌 净突蛇肌 对不对 这些肌肉 是它的一个床 然后呢 还有什么 颈内动静脉 有没有颈外 没有啊 也就是这个区域 你看到没 两个 一个红的 一个蓝的 这是颈内动静脉 颈外动脉在哪 颈外动脉在腮线里边呢 所以说不可能 当做它的床 对吧 所以说颈内动静脉 然后肌肉 还有什么 四个神经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个脑神经 这四个脑神经 叫做什么 舌烟 迷走 腹舌下 舌烟 迷走 舌烟神经 迷走神经 腹神经 舌下神经 舌烟 迷走 腹舌下 也就是说神经 血管 肌肉 神经 血管 对吧 血管是什么 A和V AV 然后肌肉呢 Muscle M 所以说有肌肉 有血管 有神经 听懂了吧 这是腮线床 重点啊 重点 要把它掌握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这就是我们腮线区域里边 穿行的是谁 然后最外边又坐落的是谁 掌握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把腮线去掉 咬肌去掉 深知 全股全宫去掉 看到的就是这种区域 对吧 那么这种区域 重点呢 记一下 它的边界 面侧身躯 是两个间隙组成的 一个是捏下间隙 一个是腋下核间隙 这个捏下和腋下核 怎么区分 以腋外积下缘为标记 为边界 上方的叫做捏下 下方的叫做腋下核 那么这两个间隙 通通组成了什么 通通组成了我们的面侧的身躯 知道它就行了 然后内容 重点 这个内容我经常会考到 那么这内容我首先你就看吧 都不用讲这些内容 你能看到什么 红色的是不是肌肉 什么肌肉 是不是意外肌 是意外肌吧 对吧 意外肌OK 那么意外肌表面 你看到有没有黄色的出来 有 黄色的是什么 神经 什么神经 下核神经 以及分支 对吧 那么在这个肌肉两端之间 有没有红色的走形 有 红色的是谁 上核动脉 动脉 然后 这个图里边 你再看这个肌肉的表面 有什么 蓝色的这些一团血管 叫做什么 一宠 为什么叫一宠啊 因为是意外肌表面的 一宠血管 叫做一宠 意外肌前面 所以说你看 你看到了意外肌 你就看到了下核神经 你就看到了上核动脉 也看到了我们的一宠 明白了吧 所以说我们的意外肌叫做什么 面侧身躯的钥匙 就是这个原因 找到了意外肌 你就能找到下核神经 你就能找到上核动脉 你还能找到一宠 你才能找到一宠 那么这个一宠在哪儿 在肌肉的前面 动脉在哪儿 肌肉的前面 也就是不管是静脉还是动脉 都是走行于肌肉的前面 而且它这个前面是两头之间 我们意外 意外肌是不是上下两头啊 这个上核动脉 是走在它两头之间的 然后 生部的是谁 神经 也就是说血管和神经比起来 其实神经更主要一些 血管断了 别人可以替补过来 但是神经断了 很难恢复 所以说神经 必须得被肌肉盖上 保护起来 保护起来 那么叫做什么 浅血管 深神经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面侧身躯 掌握边界 掌握内容 就是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和面部也讲完了啊 讲到这儿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么到现在为止 你对你脸上这点结构 有没有一定的了解 嘴里边有啥 是不是差不多知道了 脸上这个区域有啥 你是不是也知道了 所以说干口腔的 对吧 你起码得知道脸里边 除了我们这个臭皮囊 里边核心部分 对不对 我们的主要的区域 到底有什么东西 你得知道 你得知道 所以说学这个课啊 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点兴趣去学啊 因为毕竟这个脸是你的呀 不是别人的脸 对不对 你不是在研究猴子 不是在研究马驴的 你是在研究你自己 所以说你得提高点兴趣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 对吧 一个很好看的一个脖子 对不对 我的局部找了一个图片啊 那么很好看的一个脖子 不管它是好看也好 不好看也好 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 这个皮肤的问题 皮肤白或不白 脖子细着还是粗 对不对 那么你要说这个脖子 把这个皮去了之后 千篇一律 那不是有句话说吗 对吧 好看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对吧 然后那个有趣的灵魂 读我一个 对吧 所以说我们看看 里边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先把这个皮囊给它撕掉 那么撕掉之后发现 就是这样的 有血管有肌肉 就是其实脖子里边 大部分都是肌肉 大部分都肌肉 所以说再说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们看电视剧 咬舌自尽 我们已经说过了 舌头里边 你看看就是那点血管神经 对吧 所以说咬舌了之后死不了 除非你这个流血而死 但不大可能 不大可能 然后脖子呢 这个文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文紧自尽 对不对 是叫文紧自尽吧 这么一切 你觉得你就能切死自己吗 你得切得多深 对不对 才能把表面的肌肉切破 肌肉切破了 再把里面的血管切破 不大可能 我们经常一抹脖子 你顶顶多是把皮 或者一部分肌肉给抹断了 里边的神经血管啥事没有 皮外伤 所以说根本死不了 所以说记住这个 记住这个 所以说你看 学了这个你就知道了 那都是扯淡的 然后颈部 我们要去研究的是什么 就三个 第一个分层 从外边到里边 有几个层次 第二个 下和下区 我们了解一下 因为所有的这个 这个牙缘性的感染 经常在下和下这个地方肿起来 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 第三个气管 做颈部手术 经常要气管切开 你气管切开 你得知道气管 这个地方的一些结构 重点把这三个搞明白就行了 OK 首先看第一个 分层 这个分层就像这幅图一样 我放了一个巨大的图 这个巨大的图 就是从脖子中间砍断 砍断之后 拿过来你看到的 最外边这一层什么 皮肤 皮肤 OK 接下来我们挨个看 皮肤下边的第一层 就是什么 我们 叫做 紧浅筋膜 紧浅筋膜 这个紧浅筋膜 其实我们全身都有 也就是皮肤下边这一层 叫做皮下组织这一层 皮肤下方的这一层组织 疏松的 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保护的作用 这一层 叫做紧浅筋膜 就是什么 这幅图里边的 这个黑色的这一圈 刚皮肤下方 那么这里边我们要重点 知道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它里边有一个叫做紧扩肌的 也就是你这个脖子 为什么有些人有紧纹 有些人就没有紧纹 就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颈部的这个肌肉 紧扩肌逐渐在使劲 使劲让你出现各种各样的紧纹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这个紧扩肌就在皮肤的下方 就在紧浅筋膜的里边 这个得知道 然后第二个 接下来九浅 是不是就有深啊 那么从这个紧浅筋膜往里边 所有这些 你看能看到这些白色的吗 这些白色的就是什么 我们的筋膜 这个筋膜 从深 从浅到深 又分为了几个 第一个是什么 紧伸筋膜的浅层 紧伸筋膜比较比较浅 和皮肤挨得比较近的 这是浅层 这个浅层 我用红色的给大家圈起来了 那么这个圈起来之后 其实这是一半啊 还有一半 我们整个脖子是一圈 那么他这一层筋膜 是整个包扰我们脖子的 有些人会说 老师啊 你刚才紧浅筋膜不就是吗 紧浅筋膜 是我们浅筋膜 它是全身都有 不算紧紧包脖子 就相当于你穿了一个连体衣 从头到脚都套起来了 就是紧浅筋膜 而我们的紧伸筋膜的浅层呢 只在脖子这一圈围绕 所以说像个围脖一样 我们叫做什么 封套筋膜 把它封起来了 套起来就封套筋膜 这层筋膜 你看看 是不是也裹了一层肌肉啊 哪个肌肉 叫做什么 除紧阔肌以外的 紧内外 静脉以外的 所有的一切东西 也就是这层筋膜 都给它套起来了 都给它套起来 因为封套嘛 但是这个和这个是除外的 这得知道 这得知道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那么这个包脑子 这两个肌肉 叫做什么名呢 就叫做 胸手乳兔肌 我们两边 你摸一摸 转脖子时候 能转出一个粗大的肌肉来 这叫做胸手乳兔肌 这个肌肉的表面的筋膜 就是紧身筋膜的浅尘包扰的 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 腮线咬肌区 咬肌表面 以及我们腮线翘 筋膜哪来的 也是紧身筋膜的浅尘来的 还有我们的 这个这个下颌下线 也有腮线翘 这个腮线翘 也是紧身筋膜的浅尘 知道了吗 所以说腮线翘 紧身筋膜的浅尘 胸手乳兔肌 紧身筋膜的浅尘 然后其他就包裹起来了 但是没有彻底把它绕起来 你说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很简单 你套个围脖 把整个脖子套起来了 是不是包扰了一切结构 那么其中这个围脖 又伸出来一部分 把你这个肌肉又包裹了 把你那个腺体又包裹了 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一大圈 伸出一小部分来 把肌肉包裹了 伸出一小部分来 把这个三线包裹了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分布 这是紧身筋膜的浅尘 有浅就有什么 中间 紧身筋膜的中层 紧身筋膜的中层在哪 这个区域 我蓝色的这个区域 是不是你看比红色的 再往里面一些了 紧身筋膜的中层 这个中层就出现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就包裹 这一圈肌肉这个区域 那么这些肌肉在气管的前方 叫做什么 叫做舌骨的下肌群 舌骨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在这个地方 下方的这些肌肉 都是被紧身筋膜的中层 所包裹的 也就是这个区域 一小部分了 一小部分了 不是整个都包裹了 那么有了中层 是不是还有深层啊 有了深层 那么深层和中层之间 还有一个叫做紧胀气筋膜 就是我们第四个 叫做紧胀气筋膜 这个胀气筋膜 顾名思义 它是包扰胀气的 你看我们表面的这些 除了皮肤就是什么 肌肉 那么这些肌肉 在往里是不是一大堆胀气啊 五胀六腑 有什么前方的气管 后方的食管 周边的什么甲状腺 还有这个地方的颈内动静脉 这些都是我们的胀气 我们这些胀气靠谁包裹 就是胀气层 包裹起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保护作用 那么这个胀气层里边 又分为了胀层和壁层 什么叫做壁层 很简单 这个壁层呢 就是我们一个相当于菜篮子一样 这个菜篮子里边 装了各种各样的苹果 那么这个菜篮子就是一个壁层 所以说整个包扰我们动静脉一块的 把它们围绕在一团 动脉静脉包扰在一起的 这一圈叫做壁层 形成了颈动脉窍 颈动脉窍 那么脏气层呢 是仅仅包裹我们的器官的 也就是包扰我们的这个器官 包扰这个器官 包扰这个器官的 逐个包扰的这些器官 每一个器官表面的这层膜都是什么 脏气层 都是脏气层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你买苹果 有些苹果它是有包装的 一个苹果一个包装 那么这个苹果表面的这个包装 就是什么 我们的脏气层 你买了三个苹果 再拿一个袋子给它兜起来 那么这个兜起来 这个兜子就叫做壁层 明白了吧 好 这个掌握清楚啊 所以说文学金问你 器官表面的筋膜是什么 紧 脏气筋膜 甲状腺表面的呢 紧脏气筋膜 然后动静脉周围的这一圈呢 紧 什么脏气筋膜的壁层 壁层 对吧 OK 这是我们的脏气包扰的这一圈 黄色这一圈 都是包扰脏气的 然后包扰脏气完了之后 还有最里边的 还有一圈呢 就是我们颈椎这个地方的 叫颈身 身筋膜 也叫做椎前筋膜 是什么呀 就是这一圈 这一圈里边的 有骨头 有椎前肌 斜脚肌 这些肌肉 也就是我们脖子这个地方 相部里边的颈椎也好 肌肉也好 都是被我们的颈身 身筋膜给包扰起来的 包扰起来的 明白了吧 这几个就是我们 由浅到深 大家要逐渐把它记清楚 逐渐记清楚 然后还有一个知识点 就是我们的 这个层叫做什么层 颈身筋膜的浅层 还有这个呢 蓝色的呢 颈身筋膜的中层 这个浅层 这个浅层和中层之间 这两个韧带是连着的 这两个筋膜连着的 形成了一个白色的 因为筋膜是白色的 形成了一个白色的一个线条 这个线条 它俩之间组成的叫做白线 紧白线 中层和浅层组成的紧白线 你看这个紧白线区域 是不是表面什么结构都没有 所以说你在切开的时候 把皮肤 把肌肉切开之后 就看到了紧白线 看到紧白线了 你就基本上看到了什么 这个气管了 只要把这个谁 把这个甲状线一拨开 就能看到气管 所以说看到紧白线 基本上你就快 触摸到我们的气管了 好吧 这就是分层 这就是分层 分为了好多层 这个层次的结构 主要是每一层里边什么东西 我们得知道 还有多少层我们得知道 好吧 OK了解了分层 我们再看看河下 河下区重点两个 第一个它的边界 河下区的边界 第二个它里边的内容 首先河下区的边界是什么 二辅基的前后辅 以及下河谷下缘 也就是这幅图里边的 二辅基 前辅 后辅 还有下河谷下缘 组成的这么一个三角形的地带 叫做什么下河下区 那么这个区域知道之后 我们再看看区域里边有什么东西 这幅图 这幅图就是把表面的皮剥掉之后 就能看到这么些结构 那么这是不出血的时候 那你做手术出血 你就看不出来了 对吧 那么所以说里边有没有淋巴结 有 有没有河下线 有 有没有血管 有 什么血管 面前静脉 对吧 还有我们的面动脉 都在这呢 有没有神经 也有神经 这个神经是什么神经 什么神经啊 就是这几个神经 有蛇神经 还有我们的蛇下神经 有蛇神经 还有蛇下神经 那么 这个蛇神经 蛇下神经 在这幅图里边看得特别清晰 特别清晰 你看 有一个导管 然后这是蛇下神经 这是我们的蛇神经 这样的一个走形 其中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什么 我们之前的蛇下区 而后方的这个区域 是我们的什么 下这个下河下区 或者叫河下区 搞明白 所以河下区 我们这个神经和导管的关系是什么 蛇 导管 蛇下 这么一个表现 这么一个表现 明白了吧 所以说它那里边内容物 有下河下线 淋巴结 面部的动静脉 还有他们杀 他们杀是一个重点 他们杀的关系 其中 按照排列 就是蛇 管道 然后蛇下 然后还有一个 你要辨别蛇下神经和蛇神经的 还有辨别管道和什么 管道和这个蛇神经的 怎么辨别 首先看 蛇神经什么样的 记住蛇神经的状态是 粗的 很扁的 很致密的 然后连接什么 连接 是我们的 这个地方有个结 叫做神经结 它和一个神经结是相连的 连那个结 在管的上方 在管的上方 这是他们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 蛇神经什么样的 你看到 这个粗扁 银白色的 银白色 而且特别致密 下方还连那个神经结 好 那就是蛇神经 蛇神经 然后位置 什么样的位置 位于现体的身面 蛇骨蛇肌的浅面 蛇骨蛇肌的浅面 把这个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不是重点 了解一下就行了 也就是线体里边 在线体的里边 蛇骨蛇肌的表浅的 这个面上 一个走形 好吧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下和下区的 一个内容物 就这么多 重点把这三个的关系 掌握清楚 上蛇 中管 下蛇 下 上蛇 中管 下蛇 下 以及他们的边界 好吧 重点把图记住 其实就很简单了 很简单了 OK 接下来 和下讲了 我们再讲讲气管 气管最主要的就是要气管切开 气管切开 那么气管切开 我们知道气管周围 你看看 表面有甲状线 表面甲状线 还有好多的横行的这个动脉 那如果一不小心把这个动脉切断了 因为这个地方肉很松弛 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动脉在哪 那就麻烦了啊 两边的巨大的动脉 颈内 颈肿 对不对 都在两边 你切到 那就人就over了 死掉了 所以说怎么办 我们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五个方面啊 这五个方面 第一个头一定要正中后仰 不能偏 一偏的话 两边的血管就过来了啊 正中后仰 避免伤其颈肿动脉 变浅好切 后仰的话 这个气管就变浅了 好摸到 好切到 然后主要的第二个正中 位的就是你在正中切的时候 不要伤及到两边的啊 第二切开的位置 第三到五个软骨环 也就是从这开始 一二三 这个地方切 三到五个软骨环 这为什么好切 因为第一 它正好绕开了甲状线 在这个地方了 绕开了甲状线 同时呢 这个地方没有甲状线的主导 没有血管 只有一个紧白线啊 只有一个紧白线 所以说很容易切开啊 不容易伤及到其他结构 然后深度一定要注意 你好不容易见到了 好一刀下去 把气管整个切开了 气管后边就石管 石管也切断了 你吃的饭不就漏了吗 对吧 所以说不能太深 不能太深 那么同时这个三到五 不能太靠上 不能太靠下 太靠上 我们这个地方谁 甲状软骨 甲状软骨就是我们的喉结 它支撑着我们的声门 你发的声音都在这呢 如果你把它切断了 对不对 头部就损伤了 头部损伤 声音就出现问题了 那么如果太靠下 太靠下 我们这个地方 有各种各样的动脉 各种各样的动脉 很容易被你切断 无名动脉切断 也容易受损伤 所以不能套上 不能靠下 不能靠两边 不能靠两边 一定要正中切 三到五个气管软骨环 明白了吧 所以说这个也很好理解 别死记 别死记 这是我们气管的内容 好 那么到现在呢 我们把局部解剖 和系统性的解剖 也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系统性的解剖 我已经说过了 就是把各个零部件 拿出来 一个一个的摆在你面前 问你这是什么 你知道 这上面有什么 你也知道 然后这个能干什么 你也知道 然后接下来 把他们再装回去 装回去之后 问你这个区域有什么 能干什么 然后他们之间 相互的一个 什么样的结构关系 排列位置关系 知道就行了 好吧 然后整个系统也好 局部解剖也好 不是重点 不是重点 大家通过做题 第一呢 这个学习的时候 多看看图 多了解了解 带着兴趣 了解了解自己 这一亩三分地有什么 第二呢 要想掌握知识点 多做点题 通过做题 然后结合我们这些图 把它捡起来 回忆起来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这个口腔解剖生理学 就结束了 结束了 那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 给大家讲了五大部分 对不对 你要想吃东西 你要想吃东西得靠牙 对吧 第二 你一颗牙还不行 得一排牙 所以说我们要研究这两排牙 长什么样 对不对 上下接触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位置又是什么样的 那么除了牙齿 我们还得知道嘴里面还会没有其他的功能 对不对 生理功能学 讲完了这些之后 这就是吃 那么讲完了吃之后 我们再讲讲跟吃有关的 所有的骨头啊 神经啊 血管啊 肌肉啊 系统性解剖 以及我们局部解剖里边的什么 河下区域 就是我们的嘴 面侧身躯 面侧浅区的河面部 还有颈部 这些结构 把这些了解明白 所以这些内容啊 我大家从助理职业医师到现在已经学了好多遍了 我相信啊 基本上都可以拿下了 这点知识点 大家记住 你就按照组织的方法 这个按照职业医师的方法去学就行了 去背 去做题 去看 基本上没有问题 但是千万别把它落下了 因为助理也好 职业医师也好 人家是考总分 而我们这个是单科的分 如果你某一科 尤其是这个学不好了 有可能拖后腿 这整个科就过不了了 就过不了了 好吧 按照职业医师的方法去学就没有问题了 OK 那么到现在为止 讲完了 然后也希望大家啊 也希望大家带着兴趣学一学 因为口解这点东西 可能考试对我们来说比较难 但是对临床来说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啊 很大帮助的 那么最后呢 还是希望我们的口解 不要拖大家的后腿啊 希望大家 我们2021年的组织仪式考试 顺利通关 拜拜 拜拜